二十四岁负载千万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格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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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答案 您总结我五分之一的人选 三爷 我们到了 你确定人在这儿 我查到您要找的那个女人 可能是这家住院的老板 你谁呀 李安 不好意思 你能不能借我躲一下 上车 谢谢 人呢 那辆车不停开开 快走 别走了 出来 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糟了 来了 来了 别走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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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你用 走 手 还得去 走 走 去看什么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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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来剧院找我当面感谢 是近日发生一期重大儿童绑架案 被绑架的儿童均为唐城知名人士的子女 老子哥咱们这是绑的可都是唐城有钱的人物啊 麦克白志愿老板的女儿还有谢家 你说他们会不会想画个球啊 要玩就玩大的 所以你 人家 吵死了 吵死了 别吵 再吵 天啊别吵 别吵 吵死了 哎你们别哭了 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 这个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卡 能不能借我躲一下 放开我 你们是谁啊 放开我 谁 小飞飞 跑什么 葱哥我又不会吃人了 葱哥哥 别和我撒娇 快还钱 这卡里的钱您先拿着 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还上 这卡里有多少 这卡里有多少 二十万 你借我二十万这么久 就真打算只还我二十万 我要五十万 剩下的算利息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给我 一个月 不不一个星期 一款 这次你确定 这死亚都卡了就两千块 啊 你耍我 怎么会只有两千块呢 我明明带的是二十万呀 葱哥 你让我现在回家去学 我马上给你 你也不用回家去学 我帮你想办 要不你今晚上陪我睡一觉 这个 这利息 都是不要了怎么样 好啊 真懂事 但是我要一百万 算什么东西 今天老子就要在这睡了 和我请条件啊 啊 别动 你你干什么 我最恨别人打我的 抱歉 對不起 為什麼 你給你 微笑 你滿意了吧 不滿意 現在才滿意 這胆子可真的 動了我 你覺得你竟然走出去嗎 我的人馬上就來了 也完了 別動 住手 誰啊 謝謝三爺怎麼來了 放下吧 有五三 沒有人敢傷害 同常現家謝三 不知 嚴小姐是謝三爺的女人 得罪了 幫我走一趟 我還有點設想問 不過我 了解 我 怎麼會 很好 看來只能先假裝接近他呢 哪 才是 小姐 原来你在这儿啊 原来你在这儿啊 袁小姐今晚不会唱歌吗 这不是特意过来 谢谢你 这个镯子 你到底是哪儿 嗯 这个镯子 这个镯子 你到底是哪儿 三爷对这个镯子很感兴趣啊 没有 就随口问问 三爷果然是古董行家 真是好眼光 我这个镯子可是个大宝贝 像这样的宝贝 我家还有很多 要不要我卖点给你啊 看来 不是的 袁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开个数便是 那我 考虑考虑了 他不会真看上这镯子了吧 这玩意儿又值不了几个钱 哎三爷 这么一个破镯子 难道比我有吸引力吗 哎 你要再说它是破镯子 你让我回不去了 三爷 没胸了 你还让我多久 三爷 董事长让你现在就去 你都死呗 幼魂子 哎 你都死呗 看来他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 那为什么他要帮我 我一定要吵枪 哎 你们别哭了 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 这个送给你当生日礼 三爷 三爷 坐 您还在研究那个桌子呢 小天 你说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还是说 根本就不是他 您说的是昨天那位颜小姐吧 是 我查的资料应该不会错 麦克白剧院在经历那次绑战之后 剧院老板颜可儿一语二终 就留下这么一个毒生的 对了 刚才你找我什么事 徐家丽宾晚上约您一句 好 我们身上必备我们所选择的舞台 不动 不动 上来 上来 观众感受不到 王八蛋 弄到谁呢 徐沐晨那个王八蛋 突然把租金涨到了三十万 明明说好了的 这不是违约了吗 我们怎么办呀飞飞 不会把我们赶走吧 徐家可真行啊 这是看我们为王人要上映 想吃火打劫啊 就是 那我们怎么办呀飞飞 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徐沐晨 正好查查到底是谁 让我们去院文明背上巨额债 今晚徐沐晨有个派对 他应该不知道我是剧院的老板 有什么不好的 来来来来 哥哥爸爸 别急嘛徐总 人家要不先跳舞给你看看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现在就来 对不起 我喝醉了 没事没事 徐总 人家都还没跳舞呢 你怎么就勾搭上别人了 对不起 打扰到你们了 我这就走 别走啊 狭路相逢 没这事 高手啊 我先带你去见个大人物 怎么又遇见他了 这幅好奇 作为我们徐系两家联姻的见面里 您感不感兴趣 眼像一般 没关系 您喜欢什么玩意儿 我都给您solo solo 整个唐城 就没有我徐孟臣得不到的东西 那个镯子我挺喜欢的 镯子 这个 宝贝把桌子给我我买了 不要 放开我 别给你不要脸 不是 坐下 他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又帮我 看在三爷的面子上 今天就饶了你 但是你必须把桌子给了 放我下 算了 这桌子虽然是好物 但是佩戴他的人 心思不纯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为了钱 连尊严都可以不要 我真是想不明白 三爷当然不明白 因为你和我本质上 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凭什么教育我 我说过 这个镯子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我只是希望配戴他的人 不是你这种 你准备我 三爷从小有尊处优 当然可以有尊严 但是我不能有尊严 我要是有了尊严 剧场的很多人都会因为我被饿死 失去希望 所以我不能有尊严 我要的 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让我的剧院活下去 看来我的眼睛没有退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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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全部人生 哈哈 這麼客氣幹什麼 來了都是朋友嗎 你別坐 不了 嚴小姐 怎麼了小總 這是三爺的名片 三爺說以後你有任何可以找的 哦拜拜 三爺嚴小姐拿了錢 啊 來了沒有 嚴小姐很高興還唱起了歌 你怎麼回事 謝直 怎麼老闆 徐家那邊的事 你到底想的怎麼樣 你知道今天誰要來嗎 三哥 你怎麼來了 我來跟你聊一聊 我們倆今天的事 哎你好 請問你知道 嚴飛 我不在嗎 哎你好 請問你知道 嚴飛 嚴老闆在那兒嗎 安安 你誰啊 啊 我叫徐浩 我是來找人的 不會又是來追債的吧 徐家 徐家 徐浩 嗯 你是徐家的人啊 啊 找誰啊 哦 我找嚴飛 嚴老闆 嚴飛啊 哦哈哈 在那兒 哎呀 哎 小心 哎呀 那你来干嘛呢 我是来应聘演员的 当演员啊 想不到学家也有这么蠢蠢的小高粱呢 强弱虎可 当演员很辛苦啊 首先呢得挺饱肚子 所以啊 咱们先去吃饭 你请客 吃贵的 好 解决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徐家和解决我都得罪你 得赶紧来看这里 严小姐 这是又看上了徐家的男人 我就是过来骗顿饭吃 你别胡说八道啊 哪里来的爷女人 敢对三爷这么说话 没事 严小姐一向如此 就算是棒大款 也棒得光明磊落 就你话多 他没骗我 是我自愿请他吃饭的 你给我闭嘴 伤到还没好 出来瞎晃有什么 什么声 三爷 纵家里面有点情况 你要不出来聊聊 好 适陪一下 谢知 你这脚就把我留在这 你让开啊 让开啊 你就是上次和许木成在会所的那个女人啊 这次怎么又和三爷 哦表里不一啊 我和三爷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之梦 我是徐浩 和许木成的姐姐 也是你惹不起的人 三爷是我的菜 你也敢抢 都是你的 来 徐姐 多吃点 这三爷嘛 坐惯了豪车 偶尔坐坐公交车也没有关系 但是这公交车嘛 坐过一两次 就够了 徐姐不用教我人生道理 掌握好你自己的方向盘就行了 姐 你干嘛 徐浩 滚开 徐姐 滚开 干笨了 一会儿有你受的 好久 不好意思啊 严小姐 不好意思 得赔钱 赔钱 好啊 那我就多赔点 让你狗的 干什么你疯了 这是你的封口费 你要是敢告诉三爷 我掀了你的剧院 你以为你是谁啊 怎么回事 没事了 三爷 严小姐不小心摔了一跤 她又就会回来 徐之梦 你没事吧 没事 好好欣赏我的标志 啊 就是有点晕 姐 你 三爷 你下次亲我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 第二次了 三爷 我带你去洗洗吧 毕竟被这种脏扭人亲过之后 会得病的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喜欢亲她 特别开心 你个 姐 徐姐 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生气的话 就打我吧 你别喊我徐姐 我的肩膀好痛 徐姐 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你怎么一直要打我呀 脚也好痛 我脚会不会断啊 要不 我先拿去看看 那我走 徐浩走回家 开心了 为什么每次他都救了 你好你好徐小姐 你好你好 您就是谢三爷的北温女友徐小姐吧 刚刚女友说 冬赛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请问是什么事情呢 没有没有 我没有和三爷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只是我刚刚在餐厅欺负了一个人 欺负什么人啊 您怎么会欺负他呢 我才是徐之梦 不要听他乱说 徐小姐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跟徐浩在一起呢 你难道不知道他是徐家的人吗 像弄点钱画画呗 你好好说话 你又教育我 好啦 我就是觉得我们剧院 挺缺少他这种纯情少男的 很多观众喜欢这样的 你的剧院都进行成那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艾比克泰德曾经说过 我们登上并非自己所选择的舞台 并非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剧本 我们这一生 其实有很多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决定的 比如我们的畜生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羡慕别人的剧本 但事实上没有谁的剧本是值得羡慕的 你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企业 一种是把剧本的剧本变好 哎呀 算了 跟你这种暴发互说你也不会懂的 走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总那边说不想见你 没事 什么这伤 这伤肯定需要跟我一辈 我们也克服一下 你先去休息吧 好 警察来了 快走 什么 警察 你先去好我们东方 我待会就过来 那我唱真诗歌给你听吧 你是天空的一片云 偶尔投射在我的波星 你不必诧异 也不必惊喜 放假论 有我在 没有人变上来 太帅了吧 喂 雨姐 不好意思啊 姐姐分心了 这么认真的表演 你都没看吗 我来吧 谢谢 作为补偿 姐姐 亲自见你 嗯 徐浩 你今天约我来这里 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不是 你接吧什么 我 我 我演不了 我 我 没谈过恋爱 那你就 用身体去表演 不用做信 就是用身体去感受 好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我们再来一点 好 你今天 有什么话 想对我说吗 你 我抖什么 我抖什么 你 我抖什么 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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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们菲姐什么事儿 这是我的名片 影历影视集团 我看过里面盐匪很多次演书 我对他九分感兴趣 什么意思啊 还有一分呢 还有一分 就看他愿不愿意来试我的新戏 今天晚上 让他过来一趟 你不是骗子吧 篇筹 两百万 世袭成功 我可以先赴顶进 你们 也可以上戏 真的吗 考虑一下喽 菲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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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呢 嗯 是我们这个剧里面 最重要的 人能有不来讲没有不和 没有不可 不断的凌辱他 他试图跳发 是喜就这次演 你要是不愿意演的话 我换个人 哎啊 演戏而已吗 我从来没有在怕的 那直接来吧 我先去准备一下 我先去准备一下 胖子你啊 干嘛呢 我就给你一次节目了小胖 你能不能演 我有点下不去手 没事 相信自己 既然老师选了你 那这里你可以的 你来吧 谢谢你 快放开我 你不要这样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想不想演 给我把他腿抬起来 长暴戏你懂不懂 看呗 我没事没事演戏而已 我演戏 来 来 三二一 行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不可能跟你不合了 上去常问他 会不会演戏啊你啊 不是演戏 不要这样 太棒了就是这个你感觉 不要这样 你觉得我刚刚表演的怎么样啊 哇我真的呀 没成啊 为了聚业我忍 有什么问题啊大演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我就說你喜歡 那 四胖子又說一句 你們倆啊我沒有當點天賦 啊 走啊 老爺 我想最後再表演一個 什麼樣 臉出色術 點肥 你不能走 你要給劉斗道歉啊 死了有錢多啊 我跟你講 你們倆里人以後我見一個風上眼 我還不信啊 對嗎你吃了滾 沒有人 沒有人 把他撲在我這不用他風光不滑 好的 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裴填 裴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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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人總裡面今天沒事了 你別給我們交代 你居然都進去成那樣了 為什麼還有堅持 你不覺得浪費時間嗎 我這次還會一重嗎 你们干嘛 给什么交代 许昊你怎么回来了 我看 是你们要给他一个交代吧 你们知不知道 他为了能让你们演戏 在外面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死亡我冲凉 徐牧全那个王八蛋 突然把租金涨到了三十万 我要是有了尊严 剧场的很多人都会因为我被饿了 问你什么事 风湖什么事 菲姐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们谁敢弄他一根手指头 以后别想在唐城混了 你你就是威胁我吗 对啊 我威胁你们怎么了 徐浩 别闹了 是我对不起大家 谢谢 菲姐 你别难过了 你就别难过了 我知道 明天我去找人把那照片撤下来 也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才难过 这个剧院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我花了很多心血才维持下来 没想到他们这么对我 真是不知道该不该坚持下去了 不开就不开了嘛 不开你赢我呀 我赢你呀 你为什么一看见我就抖呀 菲姐 你小时候有没有被绑架过 菲姐 我让你回来 收拾你 我给你 我扶你那里 对不起 开我 给你 你带我 你带我 你带我几天 你带我 给我 你带你带我 我带我 哎呀我倒了 您真是的 大晚上的叫人家过来试戏 哎你们谁啊 谁啊 拍什么啊 你们 三爷 你们怎么来了 我会指教和徐志梦的所有合战 还会用所有的资源 来封上这个垃圾桶 三爷 您弄真格的呀 徐志梦说那个女人 不过是你们的一个玩物而已 还不足以 你才是 她是 许志梦在微博当街上要缩了 快看 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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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来一趟我家吗 你家 你怎么会来找我 怎么突然叫我来一家 我想跟你聊聊薛之梦的事 哼 我知道 你和他订婚了吗 那是家里人安排的 不是我个人的意义 你跟我解释干什么 我就是想要去知道了 我你还好吧 好好在说 你好烫啊 没事吧你 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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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我 你们要私人医生的吗 有人吗 你不是我的私人医生吗 可是就这样了 不是 还可以 就这样改变了 那你 我又要是老师呢 又要是我的私人医生吗 老司長謝知回來了嗎 參與已經在樓上了 天啊這什麼情況呀 踏實追 爸他都要對 媽呀這一定是個做夢 快醒過來嚴肥 這場景要是徐之夢看見了一定很精彩 爸我生病了是嚴肖在照顧的我 不會吧我不想再得罪人了 不能再給志願添麻煩了 還是堂成第一打架 反正是他爸只能犧牲他了 解釋 你現在不說清楚徐之夢是誰 就別向我原諒你 你現在擁有了徐之夢 為什麼還要來欺騙我的感情 我 我 我不管我不管 你說好要跟我定婚的 你只能愛我一個人 謝叔叔 你可要為我做主啊 我 既然你們都不管我 都不管我 爸 我們先出去一趟 你 寒負 三言要是生氣 就罵我吧 我絕不管了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许小姐 你知道吗 本来想着 你和三爷只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没想到 你这个山鸡 竟然想变成鳳梦 我是真不把我学着梦放那口里 那要是不用这么高自态来跟我说话 也许会让你 许小姐 让我 你也配 那就不让了 就是这儿 这个过绝的老板就是害我蒙蒙背黑钩的人 请点好好教训一下他 三爷 金泰娱乐的柳星书原定半小时候见面 许致墨公司有老板 是的 三爷 还有一件事 说 严谦那边出事了 丢头 是 三爷 还有一个小时候才能到 严谦那边会出事 严谦 你太小心了 你说 你这又是何必呢 这都是给我的 那就看你的表现喽 肥姐要我做什么 你直播有多少万种 一百万 大家好 我是肖肖 原来徐之墨一直在骗我们 实在是太可恨了 第一 事发当日 是徐小姐主动挑衅了我 必要的时候 我会公开照片和聊天记录 第二 今天的事情 我会保留好证据和我的起诉权利 第三 开了直播 就麻烦播到底 不要掐头去尾的误导观众 第四 不要弄脏我们剧院的环境 我们剧院可是有全国最好的环境 一流的编剧 价格亲民 记得关注哦 麦克牌剧院 跳了 怎么了 颜飞 你好手短啊 颜飞 你在干嘛 徐之墨呢 小心我被他招了 你不是刚刚才摆脱他吗 你也知道 三爷 下这么大的雨 我帮你送回去吧 不用了 三爷 今天吃饭的时候 就一直盯着那个桌子 是很重要吗 嗯 也飞速的 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 徐切两家联姻 觉得对我来说公平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好吧 最后一次 我帮你送回去 走吧 三哥 今天又蹭了你一顿饭 你不介意吧 今天可是你主动要请我的哦 特别不开心 徐浩 您愣什么愣 小心 我的脚 颜飞 你怎么在这 伤到哪没 我没事 一点小伤 徐浩 姐 这么点小伤 不至于吧 而且 我好像没有撞到你了 就让你帮忙解决剧场的资金问题吧 我的脚突然好痛 我的脚怎么突然这么痛啊 你 你怎么了 你们有钱人撞人都这么嚣张的吗 都不想负责任 信不信我找记者曝光你 记者 你怕是不知道我徐之梦是干什么的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 你撞人就得负责 有没有人管管呢 来 我扶你 我腿好痛 跟我回家 其实也没什么事 三爷不用回家了 别这么客气了 别啰嗦 你好好休息 放心吧 医生说了也没什么答案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头好痛 万一 这又叫什么后遗症怎么办呀 是吗 那我看看 你说 我还有那么大一个话剧院要养 万一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他们可都要失业了 你说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了 你也得带点钱吧 我问你 小时候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 怎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我就是不太好奇你的经理而已 没有 我没有什么朋友 难道他忘记我了 我真的沒有什麼朋友 而且這麼久的事情 誰會記得 三爺 這就是另外的家鄉了 算了你好好休息 菲姐 菲姐你在哪兒啊 啊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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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在這兒的 外面還有記者嗎 外面好多記者 還有那個著名主持人徐志夢也在 你什麼時候惹上他了 就是他撞的我 那 不過呢 他私下賠了我 這個數 哇這一下劇院有救了 噓 這都能賺錢 趁現在快走吧 外面有沒有小路呀 樓下好像有 走 一小姐醒了 一小姐醒了 準備去哪兒 你先回去吧 那你的床睡得舒服嗎 挺舒服的 身體還好吧 你都要趕快 有不要覺得哪兒不舒服 我沒事 從小就這麼愛走 那 二位先忙 我先走了 医生马就来了 哪也不能去 不用这么客气 把钱给我就行 什么钱 没什么 哪也不能去 好好休息 医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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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好多记者 想邀请你们做个采访 走啊 医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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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事情呢已经解决好了 希望各位媒体呢 和粉丝朋友呢 不要再去追究他 严匪小姐呢 年纪还小 也不是故意恶人的 我打算原谅他 谢谢 谢谢 医生姐 医生姐 徐志梦这个混蛋 竟然敢泼脏水给我 你抢了他的男人 他肯定喝你啊 菲菲 说我抢 那我就抢给他看 你想说自己 今天心情好 喝酒 这支支梦 在记者面前 又泼了你一道脏水 我又给你惹麻烦了 别提他了 喝酒就行 还喝 你知道吗 谢知 自从我爸妈去世之后 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能陪着你开心 我也很开心 你开心个屁 请给我惹麻烦 今天这个未婚妻 明天那个未婚妻的 我说了这么多秘密 不公平 都要交换秘密 我这个人很无聊的 嗯 哎 那我给你讲讲谢家的小秘密吧 嗯 其实谢家 在唐晨表面上看上去特别疯狂 但其实 他一直都有一个潜在的敌人 宗教 如今一直在暗中对付谢家 所以我爸 总让我跟许家高好关系 也是为了对抗宗教 不要怕什么 我保护你 菲姐 菲姐你不是害怕了吗 我才不怕呢 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你不是想问我手镯的事吗 我记得 但是我不想再想起那些回应 不妙不妙啊 看你最近运势低迷 真的吗 难怪我觉得我最近运势不好 那怎么办啊 能改运吗 能 可以整小一点嘛 什 什么意思啊 改小一点的话 会避免很多灾难 可是 我这个风水整形是很贵的哦 医生 我又没有什么钱 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嘛 那就整一边吧 刘医生 刘医生 我们家老板 有个大项目想跟你谈谈 大项目 听说 刘医生的整形跟风水有关 我宗天医 也想请你帮我整顿一下唐城的风水 什么意思能不能说清楚 没老家伙你 帮我对付谢点 事成之后 给你三千 好 刘医生 刘医生 那我怎么办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你别拉我 我还要喝 雪之润 又忘包的 雪之润 又忘包的 你先喝碗汤吧 会舒服一些 你不准再找徐师吗 好 听你的 你还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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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都给你 我 是 是老爷 晚上他睡你这儿了 嗯 然后呢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唉 我管理书万人 唯独管不了你这个孽子 徐家那边你亲自去说吧 好的吧 谢谢守护大人 当年你妈也是唐城的一个人物 是个大善人 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省心的女儿 好好照顾谢之 别把我家产败光了 自命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三爷 三爷您怎么来了 我今天来是正式向徐家退婚的 为什么 是因为颜飞吗 凭什么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 那就算是只有利益 那你也不管了吗 到时候宗家来了 你怎么办 颜飞能帮你吗 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订婚的事情 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是 谢伯父 退婚的事情 您也同意了吗 直蒙 是我们谢家对不起你 就算我去死 也一定要退婚吗 直蒙 直蒙你别做傻子 姐 你疯了吗 弟弟 我实话告诉你 徐家要完了 如果 外面不和谢家联姻 就彻底完了 那你不能这样 只有这样 谢天灵才会让谢之回到我身边 趁这个机会 你去把徐浩爷叫回来 然后利用你的信任 真似颜飞 姐 你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 总是在我的波心 你无需讶异 更无需欢喜 徐浩 怎么还没上台啊 我今天请假了 刚刚飞姐还在到处找你呢 走了 走 走 哥 跪下 跪下 徐家 是谁在撑着的 我姐 那你做什么 姐姐为了徐家 不惜天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谢之身上 为的就是 徐家能立足于唐城 从今天开始 你哪都不许去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没有做错 没有做错 我就是没做错 是 还真是有点搜不到 我 她本身是有点搜到的 你看她们爬得太好了 对 我姐挺好的 是啊 师姐 什么时候你可以教我这个 先把基本功练好吧 喂 你好 哪位 周水哥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干什么 你在我老板公司 老板 老板 丁老板我跟你说 这位网人这部戏肯定大卖 对啊可不 你来了 你找我干什么 找你干什么 我找你干什么 我想弄死燕飞 不可能 她可是我闺蜜 闺蜜啊 她是你的闺蜜 闺蜜的妈被你害死了 这就是你们居然欠钱的证人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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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哥啊 我看中你是一个好演员的苗子 你怎么这么不正一圈赌博 你欠徐家 你欠了多少钱 你欠了 什么 你欠我 严重 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 是 你欠我 你欠我 你よろしく 你欠我 我 你欠我 我 我 没事 你们先去准备 我来解决就好 水哥 水哥 你怎么了 我就是有点身体不舒服 那你先休息休息 好 菲菲 我查到徐浩在哪了 你确定有徐浩被困在这 徐浩 徐浩 你怎么在这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手还想要的话给我拿开 谢之有什么比我好的 跟着我吧 我也会对你好 让我来陪你吧 跳跳对我 我一样 你怎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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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还想要的话给我拿开 谢之有什么比我好的 跟着我吧 我也会对你好 让我来陪你吧 喂 我们医院啊你得坚持一会 沐晨 你把徐浩喊回来 有我现在的状态 谢天霖肯定会把鞋子放在我身边 再把徐浩喊回来 再趁这个时候 你让你那个谢人 把炎飞整死 记住了 好的 记 你们谁啊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菲菲 工作菲菲 你怎么办 菲菲 怎么样有消息吗 我刚刚去医院找了 没有我已经报床了 走走去浩问问 好 什么菲姐失踪了 我姐 我姐她也不见了 赶紧去徐浩喊 肯定睡一会儿 快 我还在找 徐浩喊老师吧 那个这里还蛮老实的 老实就行 别装了 我都还没有好好折磨你呢 你笑什么笑 何山人 演戏 这些方便 你比我有天赋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 我倒是要看看 这谢知啊 看上了身体 不是什么呀 你别碰我 好好好 我不碰你啊 你们两个 给她好好玩玩 干什么 你干什么 快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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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徐总外面好像有动力 大哥 去看看这边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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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什么情况啊 我问你们 我问我 严妃呢 姐 严妃呢 严妃呢 三爷 这是 严妃呢 严妃呢 哈哈哈 警察马上走 我们走 快去找 姐 我们来之前 报警了 你 以后不要再做坏事 今天来是真实想去家对婚的 为什么 是因为严妃吗 凭什么 我们之间 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 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 徐妾两家联姻 你觉得对于我来说公平 那就算是只有利益 那你也不管了吗 到时候宗家来了 你怎么办 严妃能帮你吗 到时候再说吧 三爷 我们订婚的事情 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是 菲菲你在哪 菲菲 菲菲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谢谢老师弟 来了 来了 你们徐家 可是我安排在唐城的一枚大器人 现在你不仅帮了鞋子 把你姐姐送进去了 还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了她 真是令人感动 你们还想干什么 你来都来了 就跟我走吧 我们徐家不欠你们什么 那严肥的性命 那严肥的性命 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们跟我走一趟吧 你解决了 那把你也放下了 ,"你担心了》 好 啊 啊 啊 飞姐 飞姐 坐吧 坐吧 给你们买了点咖啡 谢谢飞姐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休息会儿吧 辛苦了 谢谢飞姐 你好 来 喝杯咖啡 辛苦了 都辛苦了 怎么是这样 真有福气 想什么呢 走 唐城大部分宗家的项目 都已经被我们拿下 宗家想入唐城 还是很难的 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是 飞姐 别干了 怎么门还会自动关上 那可不 你拿的来一次 我不得给你变个魔法啊 魔法 魔法是吧 你都不知道 我这几天没见到你 特别想你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你那边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 就是徐浩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我也找了好久 也没他的消息 没事 我再派人找找 听说宗家那边 一直在对谢家唐城的项目打压 没事吧 没事 搞得定 我相信你 不是 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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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菲菲就熟悉了 嘿 我就不信了 好 回去 快快 翘 三碗 三碗哭 头脑 你怎么能打热上 你准备胡什么 三五 三五 这一次 你胡闹呢 你怎么 胡我的都不悲减了 怎么会在胡你的 我怎么只能胡他的 得脸三 您这个感情拍 打得我无体得地 笑天 我这是越来越幽默 要不然 我会很快去 越远他不像什么 三言 他抢你的 我当然舍得呀 菲菲要什么我都给他 那个公司还有点急事 我就先走了 你还打完了 你做什么 急事 主要这颗狗粮吃饱了 来 给 给我坐下 乐不乐呀 一点吧 给他命 我能够去吗 十位哥哥 喂 对 三位 我接 你们什么意思 宗天一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这次我来唐城的目的 就是拿下谢家 那你找我们干什么 当然是来找两位 别开玩笑 谢家在唐城 根深蒂固 而且我们都是谢家的人 要是为三爷吃饱了 吃不了豆腐 吃不了豆腐 这次合作 我可不是来和各位商量的 你们真的不肯跟我合作吗 怎么会是我们的脸 他们俩的身份和资料 已经完全被我覆盖在你身上了 整成你们这个样子 可真不容易 出来 出来 真的挺不错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还不错 你怎么不吃啊 饱了 吃饱了 可是你什么都还没吃啊 看你们吃我就饱了 来 喂你 说不去说不去 你们吃 继续 撇啊 这么见外干什么 你们吃吧 我去上一趟洗手间 继续跟着谢着他们 不要跟丢了 去 看看 shines 喂 回来 你怎么要上个厕所 山津就在我面前 哎呀 社园 我一直没找到厕所 啊 怎么 你这一点怎么回事 没事了吧 真的挺不错 出来 从上 跟上他 我刚上厕所的时候 不然摔了一跤地带滑了 走吧 你自己去医院看一下 好 相信 飞姐 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再跑 这我小子 她 你让公司损失了两个多亿 而且还是综佳结婚 你准备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损失你来跑 我们说对不起的意思 是谢三爷 您 以后可能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了 这可是我们董事会集体决定的 请董事长离开公司 就凭你们 小天 老爷 你说谢之今天约我在这里见面 是想干什么 老爷请 三爷说今天公司有个重要的客户 他没有时间接见 想让您见一下 他倒是偷懒偷的挺舒服 我 签了股份转让输 就赶紧滚蛋 不然 你儿子 可能活不过明天 你们正是在逼我 是犯法的 你要是敢去报警 我保证 你儿子一定会死在我的手里 为什么 说话告诉你吧 谢知身边 现在已经没有他的人 就算现在我去坐牢 我也可以随时安排人去干掉他 对吧 萧天 萧天 我儿子对你不保 你为什么 住嘴 把邪叔给我欠了 谢总 请吧 还叫他谢总吧 咦 有 你 你以為自己還是那個風光流線的謝三爺嗎 三爺 謝家的股票已經跌入股底了 怎麼回事 從家回來 我給你找個找命名 嗯 其實謝家在唐晨表面上看上去特別瘋狂 但其實她一直都有一個潛在的敵人 請見面 氣死我了 我去教訓他們 現在這裡什麼意思 菲菲 最近不太平 小天帶她回去 菲菲我們回去吧 你要去哪兒 徐浩回來了 徐浩 他回來了 那我更要陪著你了 菲菲 徐家可能是宗家在唐晨的那一眼 我怕你有危險 徐浩怎麼可能讓我有危險 而且我能去收服他去幫你對付宗家 聽話 小天帶她走 走吧菲菲 我去幫忙 那你一定要小心 菲菲 你先不停停 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先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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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各个城市玩了一下 玩 你玩你不会跟我们联系吗 你知不知道飞飞有多想你 我就不回来了 对啊飞飞怎么样 飞飞挺好的 许昊 虽然飞飞最后选择了我 但是我希望 我们三个永远是朋友 三爷你说什么呢 飞飞不一直都是您的人吗 只能看看这东西 哎想什么呢走啊 你伤怎么会伤 啊没事我随便我自己不小心弄 看看飞飞去 好 你到底是谁 啥 哟 这不是三爷吗 没得跑了 终于让我给逮到了 好兄弟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把我赶出套 谢总事长 我知道错了 请请你放过我吧 你看在我和谢子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你在公司虐待那些不服从你的人 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 人心惶惶 留不得你啊 天一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是他冤枉我的 董事长 你要为我做主啊 总天一在公司拉帮结派 清楚那些真正想为谢家做事的人 谁不服他 他就会虐待谁 你闭嘴 住手 滚出唐城 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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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知你得帮我 看在我们宗家来唐城 投靠你们谢家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得帮帮我呀 帮我说说话呀 我帮不了你 怎么 谢家你也拿走了 还想杀我不臣 那那那那 我才不想杀 伤了你 整个唐城都会关注到这件事情 其实是要我用过去 学聪明了 不像以前那么蠢了 你以为你还是我大哥 他还在对比较夕阳的跟我讲话 来 我们 好陪他玩玩 小店 这不是回家的 你要去哪儿 io 哎呦 喂 humanity 大的 大dar 一 有沒有 喲 謝姿 你不是很厲害嗎 啊 當初你們謝家要我滾出糖尺 現在我回來呢 你怕了嗎 啊 放心我不是一個記仇的人 我不會要你滾的 我會做出一個一模一樣的你 繼續當我的兄弟 好不好 謝姿 你不說話的話 我就當你默認了啊 哎 那你又開始搬 你嗎 你不說嗎 你不說話 我不是去 去 救他 那我們快走啊 等一下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謝家已經沒有我們的人了 我有人 走 先生三眼 放開他 就憑你們兩個 我們三眼乾 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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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義 有意義 他人放開他 放開他 沒想到謝三爺爺也要吃一天 還是我最喜歡吃的店家 小時候我媽媽經常帶我來吃 菲菲 這是你男朋友吧 你也一表獨啥呀 哎呀金姐啊 那可不可以多吃點啊 阿姨 我們今天這邊睡上了 這傻瓜哥 真可愛 我先玩去了 你們慢慢吃 傻大哥 現在也 你估計第一次被人家這麼叫吧 你笑得很開心啊 有你在 我一直都很開心 对了 宗天一入獄這麼久了 還沒有交代许浩的下落嗎 你怎麼 不說話了 菲菲 我們找到许浩的時候 他已經不行了 什麼意思 宗天一已經因為故意殺人罪被起訴了 需要最後的心願 放出去 是想跟你唱一首生日歌 有意思是馬上掛了 再領下啊 就接吹 我可以就放我出去一天 一直是被隱憾 我還想給他強生日快樂關的 厲害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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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再 metals 徐浩 还有几天 我就过生日了 我可以一直陪你过这样的日子 没什么 跟我在一起 我说的是真正的在一起 我想着 我们三个人能像小时候那样 就算面对再大的困难也不好 你们别哭了 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 你们哭什么 现在过生日 对呀 这个送给你到生日里 谢谢 你怎么能不守成梦 你还欠我一首生日歌呢 你没有灵魂那我说生日都给你听 我还想给你到生日快乐 你啊 嘶 菲菲 我一直能走 以后也会一直陪着你 你走了 我来带你回家 这是什么 听过 菲菲 我会一直陪着你 但是好好地分一起 我们老板呢 为了这个句花了很大很大的心血 特别特别火 明晚就是最后一场啦 大家一定要来看呀 最后一次演出定在明天 是因为明天 是需要的生日吧 菲姐 生日快乐 谢谢 老板啊 拿了 她虽然没能陪我过生日 但是我想 把这场她曾经付出过的演出 送给她做生日礼 感谢各位最新对明天 来剧院魏王仁的支持 今天就是魏王仁的最后一次演出了 我们菲姐在这里 想向魏王仁曾经的男主徐浩先生 说一句 生日快乐 希望她能听到 可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实现 接下来是三爷为我们菲姐准备的一个彩蛋 什么彩蛋 萤火虫这个 怎么样 喜欢吗 这是我第二次送给你我了 能不能借我躲一下 上车 放下吧 为我在 没有人能伤害你 三爷 别凶嘛 就是有点晕 我说过了 别再来撩拨我 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但是我不怕麻烦 我才不怕呢 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见你用 再给我 随便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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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打开 他们 我愿意 划 就 说